第五种是方形脸 方形脸的特点是正面看 脸的最宽在下颗角 方塞和短下巴 让整张脸看起来有棱有角 千万不要尝试用短发和起流海遮盖脸 下巴短再用起流海加短发 会由长方形变成正方形 方形脸可以尝试有弧度的长卷发 或者有层次感的发型 比如心之类的碎发造型 还有长发版的姿鱼头都是非常可以的 制造出两次的蓬松度 就可以视觉上弱化脸的棱角 第六种 离形脸 顾名思义就是上窄下宽 整张脸看起来就像一颗梨子 离形脸本身的重心就是偏下的 首要任务就是改善脸的长宽比 减少蹲矢感 所以增高颅顶必须要有 这也就是离形脸 为什么Toni会推荐偏分的原因 其次是增加头顶两次的蓬松度 不要让头顶看起来尖尖的 把发型宽度集中在耳朵以上 修饰窄额头 所以偏分或者短八字流海就很适合离形脸 变美方法千千万 发型那就是第一步了 姐妹们相信我只要找到合适的就不会走完龙